随着自媒体时代的来临 无线麦克风在市面上的需求愈加的火爆 UP主几乎是人均小蜜蜂 相比传统的那种又大又笨重的机头脉 无论是便携性还是收音效果 无线麦克风都拥有更大的一个市场空间 那么市面上有这么多优秀的无线麦克风热门产品 而且一个比一个选 到底应该怎么去选 它们各自又有什么优劣 今天我想给大家详细对比一下 以下四款市场上主流的无线麦克风旗舰产品 罗德 Wireless Pro 索尼ECMW3 萌马拉克麦克斯 以及大疆的DJI Mac 到底应该怎么去选 看这一个视频就够了 那我们从大家最关心的音质开始讲 我们可以先试听一下 这四款麦克风在录音棚当中的一个实际录制效果怎么样 大家更喜欢哪款麦克风的声音 可以弹幕交流一下 OK 现在我们测试一下 这四款麦克风在录音棚环境下的一个音质表现 究竟如何 这四款麦克风呢 我们在同样的声音距离下 然后呢 他们的音量还有增益都保持了一致 先帝创业未办 而中道崩俗 今天下三分一周疲弊 此成危急存亡之秋也 先帝创业未办 而中道崩俗 今天下三分一周疲弊 此成危急存亡之秋也 先帝创业未办 先帝创业未办 而中道崩俗 今天下三分 一周疲弊 此成危急存亡之秋也 先帝创业未办 而中道崩俗 今天下三分 一周疲弊 此成危急存亡之秋也 其实影响音质的音速有非常多 除了麦克风本身的振膜品之外 它的频响范围和最大生涯级 也是非常重要的 频响范围除了DJI Mac的最低频率 在50Hz起 其他三者无一例外 都符合正常人耳最低 20Hz到最高20,000Hz的一个频响范围 但是20Hz到50Hz低频的声音 其实对我们日常使用来说 影响不大 因为实录过程 也很少碰到这么低Hz的声音 最大生涯级 影响指麦克风所能承受 最大生涯的一个稳态能力 最大生涯级越大 越不容易爆音 因为在无线麦克风的使用途中 有太多的不确定性音量的存在了 比如说在拍摄的时候 情绪突然高涨 音量也会随之变大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场合 去录制婚礼 重要的采访 也会有一些很大的声音出现 比如说意料不到的尖叫 哄吵等等 都可能会产生爆音的问题 所以说最大生涯级的指标 还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测得四个产品的结果 分别如下 其中某码LUK MAX 能做到128dB SPL 位列第一 罗德Wireless Pro 为123.5dB SPL 位列第二 索尼的ECMW3 是120dB SPL 位列第三 DJI Mac 114dB 位列第四 通过大音量的一个实录测试 我们发现 DJI Mac 有很多峰值 已经出现了 削波时针的情况 索尼由于机身 会自动加一层限制器在输出 所以说 整段的音频 没有削波时针的情况 但是动态范围 会有所牺牲 萌码的LUK MAX 由于最大生涯级比较高 几乎没有出现 削波时针和爆音的情况 而罗德Wireless Pro 传输到机身之后 有一点爆音的情况出现 但是因为它有32比特 浮点内陆的一个加持 可以记录0dB以上的一个波形 后期也可以从内陆文件中 把时针的地方拉回来 但是我们测试的极限音量 仍然未达到震膜 所能承受的最大音量值 如果麦克风端就爆掉的话 32比特浮点 也是无法把波形拉回来的 这时候比的就是最大生涯级了 麦克风在日常的使用中 噪音也是影响收音品质的一大因素 无论是设备的本体噪音 还是环境噪音 环境噪音我们一定要尽量去规避 但是本体噪音几乎是无法规避的 我们用四款麦克风 在安静的环境下 用同样的音量增益 录制了空状态下麦克风的一个底噪 结果如下 测试结果 像是索尼ECMW3 这一个唯一有数字热血连接天赋的选手 无疑是在底噪意志方面 是这四款麦克风做的最好的一个 本体噪音只有-76dB 在其他三款麦克风中 猛码的拉克MAX做到了最低 -70dBFS 略微优胜于DJI和罗德 其实在无线麦克风的比例当中 本体噪音小于-65dBFS 其实就已经非常干净了 环境噪音实在实在实在没有办法去规避 也可以通过后期降噪插件进行降噪 或者是通过麦克风本身硬件功能 去过滤底噪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主动降噪功能 它不仅可以过滤掉一部分麦克风自带的底噪 也可以通过智能的算法降低环境中的其他噪音 这是一个相当实用的功能 在今天这四款麦克风中 只有索尼的ECMW3和猛码的拉克MAX带有降噪的功能 索尼的ECMW3除了可以对操达的环境进行降噪外 还可以实现对回声环境的降噪 而猛码的拉克MAX自适应降噪 可以在不同的噪音环境下 有着不同噪音声场过滤的算法 但是更倾向于操达的环境降噪 不过降噪的同时是一定会对声音的音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大家在收音的过程中还是要尽量规避一下噪音的产生 另外可以把麦克风尽量靠近发声源的本身 这样可以提高信噪比 我看有很多up主的麦克风阵门 基本都没指向自己 这样的噪音对比环境音的比例肯定会大非常多 OK 接下来我们将在杜比全球声的房间里 播放我们事先制作好的噪音场景 在这个屋测试的目的就是 我们能把噪音无限次的去复线去还原 来测试这四款麦克风对噪音的抑制效果究竟如何 这四款麦克风我们其中的两款刚才说过了 像是索尼的ECMW3 还有萌马的LACMAX是具备主动降噪的效果的 一会我们也对比一下 开不开主动降噪效果这四款麦克风 一个噪音的区别 先帝创业未斑而中道崩俗 仅天下三分一周疲弊 此成危急存亡之秋也 先帝创业未斑而中道崩俗 仅天下三分一周疲弊 此成危急存亡之秋也 先帝创业未斑而中道崩俗 仅天下三分一周疲弊 此成危急存亡之秋也 接下来我们在一个混响和回声非常大的 影棚里边测试一下支持降噪的这两款麦克风 他们对于回声效果抑制的一个能力 这两款麦克风分别是萌马的LACMAX 还有索尼的ECMW3 OK现在我们打开这两款麦克风的降噪功能 12341234 大家感觉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已经打开了这两款麦克风的降噪功能了 OK现在我们打开这两款麦克风的降噪功能 12341234 大家感觉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已经打开了这两款麦克风的降噪功能了 那么如果说麦克风作为生产力工具 能用够用是它的门槛 那么是否好用易用才是重中之重 无线麦克风最多的应用场景其实还是在户外 那么便携轻量化就成为了十分重要的一个指标 也有很多up主单兵作战 小团队作战的情况下会比较在意这一点 那几十克的重量真的戴在身上的时候 衣服的材质比较软的话 麦克风会晃来晃去 对于我们收音会有很大的影响 它也不好看 所以说麦克风的发射端的重量控制就显得比较重要 经过我们测量结果如下 而在安装方式的选择上 现在的无线麦克风也有了很大的一个迭代 相较于以前这种繁琐的有线迷头麦克风 而现在他们都开始把收声结构 电池还有信号发射器模块等等都坐在了一起 这四款产品也都支持磁吸的配戴方式 通过磁吸片可以固定在衣服上 配戴的方式比较灵活 而且不拉扯衣服 省去了很多安装的时间 只不过大江罗德萌马都是统一赠送磁吸片的 只有索尼的ECMW3需要额外购买磁吸片 当然了如果你不想让麦克风这么明显的出镜 你也可以再接一根这样的谜头 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收纳方式这一块 从萌马的LAK150这款麦克风开始 几乎无线麦克风的收纳仓 都做成了电池管架兼充电宝的功能 就类似于AirPods Pro一样 收纳充电一体化 基本可以提供额外两次的满电循环 我个人非常喜欢像DJI Mag 萌马LAK Max以及Sony W3 这种采用了磁吸的收纳方式 而罗德的Wireless Pro 虽然说这一代配备了充电仓了 但是需要按压才能插进去盒子里的C口充电 而磁吸显得优雅了不少 不过罗德这个收纳盒材质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作为无线麦克风 一旦与接收器超出了一定的距离 你的声音就可能出现这样鬼畜的卡顿 根据四家官方提供的 无线传输最大距离的数据 萌马LAK Max 还有罗德的Wireless Pro 还有DJI Mac都超过了200米 但是索尼ECMW3在传输距离上 会稍微低于其他三款麦克风 但是也有150米左右的距离 OK 像是极限传输距离 我们基本用不到这么远 但现在我们距离相机大概20米 一会我们将转身 然后走向那边拐一个弯 看一看这四款麦克风的信号 有没有被影响 我们现在佩戴的是DJI Mac这款麦克风 我们现在转身 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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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帝创业未伴而中道崩俗 今天下三分一周疲毕 此成危其存亡之休也 先帝创业未伴而中道崩俗 今天下三分一周疲毕 此成危其存亡之休也 OK 现在是罗德的Wireless Pro 我们继续转身 123412341234 先帝创业未伴而中道崩俗 今天下三分一周疲毕 此成危其存亡之休也 OK 现在是索尼的E4MW3 我们继续转身测试 123412341234 先帝创业未伴而中道崩俗 今天下三分一周疲毕 此成危其存亡之休也 先帝创业未伴而中道崩俗 今天下三分一周疲毕 此成危其存亡之休也 和传说距离同样重要的点 就是麦克风的续航 无线麦克风厂家在宣传的时候 总会带上收纳盒充电 所提供的电池续航 但是我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会计算发射端接收端 单次使用续航最短的那个 经过测试 罗德的Wireless Pro和猛码的Lag Max 达到了7个小时 甚至更高的续航时间 索尼的ECMW3的续航 大约为6小时左右 接收端由于连接相机的MI接口 所以说续航等于相机的续航 而这四款麦克风续航最低的是 大疆的DJI Mac 发射端在5.5小时续航 接收端了在5个小时 我自己使用的感受 不是特别极限使用的情况下 其实这四款麦克风的续航 都是够用的 基本上能覆盖掉大部分的拍摄 而且收纳舱充电的速度也非常快 中间休息的时候 放回去充电 就几乎不会出现 麦克风没电 干等的情况出现 连接拓展方面 这四款麦克风都是可以通过 3.5毫米的接口去连接相机的 而且这四款麦克风 都支持通过USB-C 连接电脑和手机 进行数字音频输出和录音 对于用手机拍摄的博主来说 是比较实用的 可以直接内录到手机 或者电脑的录音软件当中 或者用于直播 不同的是 DJI还支持Lightning的输出 配置苹果和安卓两种插口 虽然说 现在好像也没啥用了吧 这Lightning 还有就是Lightmax的Type-C接口 支持连接手机拍摄时 还同时支持 免插拔外放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还是蛮实用的 而索尼的ECMW3 是其中唯一一款 通过数字信号 传输的五线麦克风 其他三款产品 则需要这一根 小小的3.5毫米的连接线 而且这根连接线 除了罗德是可以 勉强塞进盒子里的 其他两款都无法收纳到充电仓 这充电盒头做了 它稍微大一点 把这根线放进去就不行了 而且我已经丢了好几根线了 你们呢 所以说数字热靴的迭代 还是很有用的 很多使用无线麦克风的朋友 还遇到过一个问题 就是录完了回去一看 发现声音没录进去 或者是增益没调好 直接爆了 导致素材不可用 那么像是安静音轨 和内录功能的运用 也是可以大幅度降低 一些新手朋友们 翻车的一个概率 这四款产品 无不例外都支持安全音轨 用来防止增益过大而爆音 而保一条增益较低的音轨 至于内录功能 除了索尼的ECMW3 大疆的DJMAG和萌马的LUKMAX 都支持24比特 48千赫斯的一个内录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 罗德的Wareless Pro 还有32比特浮点录制的功能 可以在麦克风 可接受最大生涯级的范围内 录制0dB以上的电屏 而不产生爆音 我之前做过了一期详细的节目 科普这一块内容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通过指示灯 来判断是否开启录制 但是不管有怎么样 防暴防翻车的功能 都不如开机前 监听检查一下来的实在 但是有个问题比较离谱 朋友们 就是我们刚才 把DJI和萌马的麦克风里面 板载内录的音频 直接插电脑就可以导素材了 但是这罗德Wireless Pro 它直接插 然后连接电脑 就没有任何反应 我还以为这里的素材丢了 做了一天的测试 然后我开始翻那罗德说明书 它怎么写的呢 你需要把这个发射端 放在这个盒子里 你不能直接插电脑 你放这个盒子里 然后把这个盒子 连一根Type-C的线 必须得连盒子才可以 考机身板载录音的数据 为啥呀 音频作为罗德的专长 它的一些功能上 做的比其他三款会更多一些 比如说时间码功能 这个功能对于后期 一键对轨来说 是能让剪辑师 少掉很多头发的功能 还有就是可以连接 它的一个软件APP 去进行调节 是很方便的 功能非常强大 但是它不支持触摸操控 仅保留了物理的一个操控逻辑 就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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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菜单的设计逻辑 在上手的时候会有一些懵的 对于新手来说 其实不是很友好 反观索尼的ECMW3 尽管没有屏幕 但是按键功能非常清晰 逻辑很简单 但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 像DJI Mac 还有萌马Lac Max 这种触摸操控的逻辑 信息显示也比较明确易懂 但是两者的触控逻辑 也有一些差别 Lac Max是只有点按的逻辑 不能滑动 而DJI Mac是支持滑动切换的 除了点按屏幕的触控方式 Lac Max的接触度量 牺牲了一点便携性 也保留了物理操作选择的逻辑 用来适配不同的使用需求 其实在一些极端的天气下 例如说有雨水 低附在屏幕上 或者是极为寒冷的天气 戴手套的使用情况 触摸屏 这时候可能就没那么零了 其他功能 这四款麦克风都具备基础的 均衡器 低切的功能 低切可以过滤 用不到的低频噪音 例如说空调的轰鸣声 远处汽车的轰轰声等等 萌满的Lac Max除了 低切功能 还提供了高保真 人声增强的均衡器选项 可以根据环境做出更多的调节 人声增强这个功能 在相对需要突出人声的场景 会比较实用 那么各种参数和功能的对比 也讲的差不多了 最后来看看他们的价格 可以说今天横屏的这四款 无线麦克风 都有各自独特的一个优势 以下我总结一下 结合个人感受和实测成绩 得出每个产品的一个综合评分 希望能对大家购买无线麦克风 提供一些参考 声明一下 这仅仅代表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首先是DJI Mac 一拖一是1499元 一拖二是2299 它的优点是功能齐全 触控操作逻辑简单 配置方式灵活 内录功能可以提高收音的安全性 得益于DJI对于供应链的把控 整个产品的做工 用料集成度都非常的优异 销量也一直还不错 缺点也是有的 这款麦克风的本体噪音稍微大一些 尤其是连接索尼相机的时候 线造笔问题也是一直困扰 DJI Mac的一个首要问题 收纳盒无法收纳3.5毫米的音频线等等 然后是萌码LAK Max 同样是一拖一1499元 一拖二2299 得益于优秀的新造笔 以及128dB SPL最大生涯级 而且它也采用了线层音枪和空气震膜 刚才没提 它的音质我个人认为是这四者当中最好的 而且LAK Max的各类功能也是非常齐全的 例如支持无损内录功能 可以保证录音安全 可调EQ均衡器模式 可以方便适配各类音色和使用场景 自适应降噪和索尼W3处于一条水平线上 免插拔的外放功能也是比较贴心的 最重要的就是它性价比是比较优异的 缺点它也是有的 为了提高续航和保留物理旋软 它的体积和重量是这四款中最大的 而且产品设计这磨叉的外观 我个人感觉缺少了一些时尚感 我感觉如果再能把这个logo做小一点 放在左下角可能会更好看一些 索尼ECMW3 3149 这价格来到了3000以上 一拖一的版本也高达2399元 而且这款麦克风几乎没有看到任何优惠 优点就是索尼用户使用MI数字热靴连接 是极为方便的 数字热靴的连接方式 因为少了一层数目转换过程 所以说底噪是这四者当中最低的 而且还支持比较不错的硬件降噪 再者就是收纳盒以及麦克风的体积和重量 也是这四者当中最小的 麦克风没有触摸屏幕 但是操纵逻辑比较简单 缺点太贵了 到手价几乎是这四者最贵的存在 而且功能对比前三者来说 会单一简单一些 缺少内录功能 材质看上去仍然是缺少时尚感 不太显好 罗德Wireless Pro 3695 这个价格直接奔3500以上去了 我购买的时候 它送了一个1260块钱的 罗德NTH1000头戴耳机 这耳机确实不错 优点是它是无线麦克风品类当中 功能最齐全的一款 也是罗德Wireless系列至今为止 最成熟和强大的一款 时间码和32bit浮点录音 都是之前万元级录音机配备的功能 却集成在了小蜜蜂的形态当中 缺点就是这些按键式的操控逻辑 这太复杂了 没有触摸屏直观 麦克风的发射端体积还是稍微有一些大 做工上面显得也是比较塑料 刚发售的价格其实略高 几乎是这四者当中发售价最高的 OK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无线麦克风热门产品的一个横评了 实在是太费劲了 希望能对你选购起到一定帮助 如果感觉本期视频内容还不错 请给我点赞投币收藏 再点一个大大的关注 另外我们所有的视频音频 都传到了我们听懂一切的APP小程序 还有网站当中 大家可以翻看视听 我们下期再见